全学小师弟 我们称呼他为老庄吧 老庄这个人是一个和尚介绍的 这个和尚我之前讲过 他以前是将这八大家族的嫡系后人 当年著名的翩翩卓公子 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出家当了和尚 不过糟老头子虽然做了和尚 依旧红尘心不减 经常嘲笑我 我在朋友圈假装不经意晒晒我的玉石 其实内心深处 疯狂期待大家点赞 糟老头子就嘲笑我说 他当年收藏了几块名誉 那才是真正的好业 你这是什么鬼玩意儿 就别拿出来献丑了 对他当时答应送我一块 我还忘了问他要了 总之就是这个糟老和尚骂 他前几天联系我 说有一个故人来访 他正好夺了一两极品大红袍 五一山那几棵母树的 让我有时间赶紧滚过去 饮一杯茶 我就滚过去饮了 结果过去看看才知道 饮茶是假 有人要见我是真 见我的人就是这个老庄 他主要是想给我讲讲 他的一段经历 很神秘的一段经历 他说自己是安徽人 出生在黄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 他念小学的时候 正好赶上气功诱 全国人民都在练功 什么相功智能功道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他们当时闲着无聊 也跟着大人绝着屁股瞎练 后来来了一个机构 这个机构比较特别 他们穿着类似军装的制服 上面没有尖章 在各个学校挑人 他们挑人的方式比较特殊 他们召集了好多学校的小学生 主要是一二三年级的学生 让他们坐在大操场上 闭上眼 认真想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都行 反正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件事上就行 然后这个机构派了一个喇嘛 真的是一个穿着红色袍子的喇嘛 围着他们转了一圈 那个喇嘛走到有些孩子面前 摸摸他的头顶 激过了几声就走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吧 反正被喇嘛摸过头的 都留了下来 其他人都解散了 他看了看 留下来的大约有十五六个人 留下的人就让他们盘起腿 坐下手心向上 放在腰间闭着眼幻想 幻想什么呢 幻想空气里有一缕缕的灵气 这个灵气就像一条条细长的小玉 在空气里游来游去 你要用心去召唤他 让小玉游到你的手心里 这种说法比较有趣 他也觉得新奇古怪 就闭上眼试着召唤小玉 开始的时候 他老搞不懂如何召唤 好多同学也嘻嘻哈哈地有人 甚至喊出了声 反正也没人制止怎么做都行 他闭着眼慢慢感受 慢慢就像进入到了一片星空 到处都是拖着尾巴的星星 就像一条条小金鱼 他就仰起手召唤小金鱼过来 可是小金鱼摇头摆尾 理都不理他 他就在那里一遍遍呼唤 后来终于有一条小鱼 好奇地靠近了他 越走越近 后来被他一把抓住了 感觉小鱼像一缕空气 所有一下就进入到了自己身体里 顺着经络游走 有些凉丝丝的又有些痒痒的那种感觉 很难描述 他忍不住睁开了眼 就看见那个老喇嘛站在他身边 小咪咪地看着自己 他就被这个老喇嘛带走了 他说当时几千个学生被带走的 只有他一个人 他们带他回家收拾了一下行李 不知道和他父母说了什么 总之父母很激动 像是非常兴奋 又非常担忧 母亲紧紧抱着他 父亲走握着他的手 让他好好学习 他坐着吉普车 到了一个军用机场 发现那边还有二个孩子 然后三个孩子一起坐着军机 被送到了某个特殊的地方 他说那个地方应该很偏僻 因为他们在天上飞了很久 后来落地的时候 他浑身都酥麻了 发现那里是一片荒凉的戈壁滩 戈壁滩上搭起了一个个营房 营房那边是一些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孩子 他呼吸着戈壁滩上冷冽而清新的空气 想着自己不知道会在这里待多久 他后来计算了一下自己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七年 他七年内主要做什么呢 很难讲 我们用科学一些的说法描述 应该是在学习特异功能 他说这里差不多有上百个孩子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男女都有 大约都是七八岁的样子 这些孩子都属于天赋异禀的 有人属于天生阴阳眼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 有人类似转世身 能清晰回忆起前一世的事情 也有人像他一样属于资质不错 可以感受到天地灵气适合休息 他说有个孩子叫西娃和他关系最好 这个西娃是个山北娃娃家里很穷住窑洞 放山羊吃饱了肚皮晒个日暖暖 西娃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人他能看到神伐意象 什么叫神伐意象 古人说如果上天要惩罚什么人 就会提前给这人身上安个标识 后面就按照这个标识惩罚他 这个西娃有一次在窑洞里坐着 有人开着吉普车路过当时下了雨 他们停摇洞旁想避避雨 结果西娃就大喊 避避 似乎不让一个人进来 其他人不知道为什么西娃就手舞足蹈的解释 说 那人头上插了一面小旗 插小旗被雷劈 那人当然很生气上来就要揍他 西娃一个踉枪摔倒在地上拼命往前跑 说避 避那人想冲过去 这时候天上突然来了一个闪电 结果一个炸雷下来 不偏不倚把那个人给劈成了焦炭 其他人吓了一跳也觉得这个事情很怪异 就赶紧抱了上去 后来这个组织就把西娃也带到了这个基地 当时的老庄还是小庄 他和西娃混熟了以后 就问他 那个小旗是怎么回事 为啥会招雷 西娃说河也不知道是咋个回事 就看见一只大青鸟从天上飞下来 被他脑袋顶上插了个小旗马和低个神 那小旗就是一个雷吗 用西娃的话说他能看到雷电相关的东西 在他看来天上打雷就像一条金龙乱骨 他一爪子抓下来就是一道雷他要抓人 就会先派一只青鸟给人头上插一朵小旗子 然后爪子一抓那雷电就冲着小旗子来了 有点像导航仪的意思 基地这边对西娃抱有很大的期望 专门派了一个老道士教他弄了好多古鸡 多是一些引雷诀之类的 据说炼成了可以召唤九天神雷降妖除魔 特别厉害 不过西娃不想学 他老想跑回去放羊 吃点羊肉泡馍三汤水饺要是混得好 就在取个米汁的婆姨那日子就没啥好说的理 小庄就老劝他让他好好学习 学成后可以 可以什么呢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总之就是保下为国 恐服正义这种吧 小庄自己修的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 教他的就是那个老喇嘛 就教他每天闭目冥想 还是幻想着那些天地里的小鲸鱼 顺着自己的手掌进去 然后顺着自己的经络走一圈 最后再散出去 他就觉得这些小鲸鱼在自己身体里是 身体充满了力量 仿佛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精力 但是散去后就浑身贪壤无力了 他就问师父 能否把这些小鲸鱼不散出去 就留在自己身体里呢 老喇嘛就说 你知道正教和邪教修行的区别吗 他摇摇头 老喇嘛就说 正教和邪教的修行理论上都一样 都是引气入体顺着经络走 但是正教是将灵气顺着经络走一圈 然后散出去每一次都打凹身体 这样把身体慢慢打磨好了 再一点点把灵气灌进去 而邪教是不需要脆体这一环 他是直接引进入体 引进丹田这种速成法 会在短时间效果特别明显 会让人觉得丹田在动 仿佛一红青拳在鼓鼓流动 像是修成了天地大道 其实这种很危险 就像一个气球 他突然充满了气 虽然看起来很强大 很壮观 其实到一定程度就爆炸了 所以好多邪教都是修速成法的 修着修着就疯了 其实就是修行法门出了问题 走火入魔了 他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 他后来决定离开这里 是因为西娃出了事情 当时他们已经在基地待了六年了 从前的小学生也相当于初二初三的学生 正是无法无天的年纪 他们当时偷偷溜出去搞了点事呢 弄了点酒决定出去露营烧烤 结果烤着烤着 天上下雨了 把篝火给扑灭了 有人就打去西娃说 你这修行雷神法的 能不能把雷雨给引走 他说 可以 然后他捏了个口诀 踏着方部开始念念有词 突然一只手朝着天上一只说了声 定 天上原本电闪雷鸣的突然就停止了 仿佛整个世界停止了一般 大家齐声叫好给他鼓掌 然后重新点燃了篝火 开始喝酒烧烤 因为西娃的神奇表现 大家轮番给他敬酒 他很快就喝得鸣饼大碎 躺在火堆旁睡着了 小庄当时老是酒喝得不多 老老实实蹲在篝火旁首夜 他抬头看看天空 觉得有点儿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儿呢 原本天上乌云密布的天空 都是漆黑的 现在这天空怎么变成了火红色 就像大片大片的血色 而且这血色越来越多 把半个天空都给染红了 还在持续往外扩散 他觉得不对劲儿 赶紧叫醒了西娃 西娃柔柔眼看了看天空 惊慌失措地叫了声 不好 我忘了收工了 他赶紧跑到附近的山头 边跑边念念有词 最后捏了一个手绝往天上一指 就看见天上像是破了个窟窿 一道血红色的雷电 朝着他打过去瞬间淹没了他 西娃死后小庄心灰意冷 开始怀疑他们学习这些东西的意义 越想心越乱 后来甚至无法闭眼 只要一闭眼 他就看到劈碎西娃的那道血红色的雷电 后来他就被送回了家 家里看到他回来也是又惊又喜 应该是组织上有交代 家人也不敢问他这些年去了哪儿 这时候他的文化课已经完全跟不上了 就念了一个技校学了一些修车的技术 做了一个修车工 后来家里拿了一笔钱 他走的时候组织上给了家里一大笔钱 给他开了一个修车铺 他就从修车工小众 后来变成了修车的庄师傅 日子一天天过去 眼看着庄师傅也变成了老庄 他也渐渐老了 只是偶尔他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那段神秘经历 让他想起当年那个清冷而孤独的戈壁谈 想起当年那个神秘莫测的组织 以及那些学习着各种特异功能的同学们 他们现在哪里呢 他们现在过得还好吗 上个月我那个和尚朋友在黄山旅游时 遇到了老庄 两人结伴爬山晚上在黄山赏月 深山老林万籁聚集两人喝酒赏月 他就说了当年的这段隐秘经历 老和尚也觉得非常有趣 就把他带来 让我记录下来 也算是漫漫人生中的一段奇妙经历